好中國的經濟 最近總是在吹哨子壯膽 是我們的電動車 我們的電池 這個銷量都這個世界第一 結果被中國媒體自己爆料 原來為了打亂全球經濟 這個利潤根本少得可憐 而且中國房企以前的模範生 現在居然被國際性評 降為垃圾債等級 所以難怪香港首富李嘉誠 果然也名手快 現在又要開始打折賣房了 敏寬 去年歐洲的大採購商來到臺灣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中國的汽車很簡單 我一定要讓你死 但他自己也不好過 各位發生什麼事呢 比亞迪他現在是贏了面子 輸了理智 怎麼會贏了面子輸了底子呢 現在比亞迪口號喊的 全世界出貨我冠軍啊 真的他冠軍 這樣實在話 真的他冠軍 特斯拉被他打到現在眼睛都腫了 結果往內一看 糟糕了怎麼打的呢 原來是血流成河 發生什麼事呢 比亞迪賣一台車又起 這個利潤很慘耶 還賺八千六百塊人民幣耶 結果特斯拉的利潤 整整是比亞迪的一個六倍 然後呢 比亞迪他的利潤低到出乎意外 你知道這個還要怎麼做你知道嗎 所有的協力廠 大家還要同心協力 簡單的說 我們中國的兄弟們 我們大家就是通通把整個成本往下降 往下降 一路往下降 簡單的說 含辛如苦啊 真的是含辛如苦在做生意啊 但含辛如苦在做生意 人家中國畢竟市場大 我們來看發生什麼事 蕭之這次一趟路浩浩蕩蕩 衝到中國去 經濟之旅嘛 那經濟之旅呢 所有的德國的經濟上的大頭 通通都去了 保時捷的總監 他也去了 總裁他也去喔 那中國現在是保時捷 最大的單一市場 所以他也得罪不起 然後這時候居然有記者直接 那個麥就堵出去了 他就問整個保時捷的總裁說 我們中國大陸有一家公司叫小米 小米這一台喔 米時捷 跟你們家的保時捷 長得一模模一樣樣 還米時捷 連輪子 連前面的設計 又起講實在話 根本都一樣啊 你不要把那個所謂的商標放上去 兩台 完全分不出來 但重點是各位 相歸相那個價錢可不一樣 保時捷一台是四百萬 他現在呢他說我的成本是一百五十萬 但我一百一十萬我就賣了 我現在呢我先把所有的骨 所有的肉全部都銷給你 結果保時捷的總裁就說 哎呀這是一個好設計啊 這個只能說算是心有靈犀 他說好的設計可能總是心有靈犀 但這只能說這只是一個場面話 但畢竟啊 這個是一分錢還是一分貨 好回到蕭茲的身上 蕭茲就直接呼籲中國了 他目前的說法其實跟葉倫的說法 跟美國商務部長的說法是一模一樣的 他就說目前要呼籲中國 其實呢雙方一定要基於公平競爭的一個立場 不要傾銷也不要侵權 但中國做生意特別奇怪 剛好跟各位說嘛電動車 他就可以給你銷到見骨對不對 好電動車銷到見骨也就算了 最近有一個大佬突然間又不見了 是誰呢他叫做孝文革 這個孝文革先跟各位說真的是一把漢子 為什麼呢他過去專門在把那個好萊塢啊 最大的片子引進中國 所以那時候他是要風得風要語得語喔 這傢伙身價最高的時候 高達1039億台幣 又請說有沒有錢 有錢超有錢啊 所以曾經是四川的首富還是電影的句子喔 但他有一個壞習慣 我後面查了很多中國大陸的一個網站說 這個人非常愛賭博 他喜歡玩大把的 好玩大把的玩啦玩啦 結果呢 昔日他的公司市值超過400億的人民幣喔 這麼高的一個數字 怎麼會玩玩玩玩到垮了呢 到底是掏空還是怎麼樣 結果現在大家去抓他 一抓不得了啦 過去的戶頭裡面是上百億的人民幣喔 現在裡面剩下371塊人民幣 只剩371塊人民幣 他到底是輸光了還是掏空了也不知道 但現在呢重點是在於他現在第一個 人格已經破產了 財富也已經破產了 好做電影的破產 我們摸摸彼此也就認了 萬科 萬科這個可是超級大的一個公司喔 但現在呢他到底是真的出問題 還是模範生虎落平洋呢 可是現在憲評機構不管啦 為什麼呢 很簡單嘛 不管你好不好 不管你棒不棒 那是你過去的一個歷史 現在重點是你還不出錢來啊 那欠人家一大堆錢你總要還啊對不對 萬科現在就說 我們現在陷入了階段性經營的一個困難 所以短期無法還債 各位你聽這話你怎麼聽下去 以前是中國房企模範生啊 高高在上啊 但又齊高盛的這個初孤嚇死人啊 高盛說現在不管是好孩子壞孩子 現在通通是打了一屁股 為什麼呢 反正通通是沒錢還錢 高盛就說中國的房地產商 目前的資金缺口高達四兆人民幣 這可怎麼得了啊 四兆人民幣喔 四兆人民幣 這個連中國政府也補不起的洞啊 這個該要怎麼辦呢 所以發生一件事 什麼事 過去這個叫飛天茅台 飛天茅台呢很簡單 它的整個官辦的一個定價 一千四百九十九塊人民幣 這個是全世界的一口價 但放心你絕對買不到 你絕對買不到 你可能要加到三千 可能要加到四千喔 結果今年特別怪 為什麼發生今年特別怪呢 今年飛天茅台呢 現在聽說你只要兩千二到兩千四 就買得到了 然後現在大家一說 那這不完了嗎 但各位 這是一個非常慘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呢 因為茅台酒不是酒 茅台酒是貨幣 茅台酒在中國的整個官場的上 在中國的商場上很簡單 它叫做面子 我今天一桌的客人進來 擺兩瓶茅台在桌上 有面子 事情談得動 茅台代表的是中國的商業行動 那現在呢 商業活動通通不能動了 所以現在簡單的來說 是一個困難的一個年代 所以過去的茅台呢 一瓶都買不到 那現在呢 隨便你買蛋 因為這個樣子 茅台的市值 居然增發了兩千六百六十七億的台幣 而且是瞬間增發 簡單的說 現在就是做吃的啦 做車的啦 做電鍵的啦 買家的 廣東都不好 好 來看喔 北京現在發生一件事情喔 北京現在很多的 整個商用的辦公室 這個叫做商用的辦公室 他們說目前閒置大概閒置兩成 但閒置兩成 這個是小事 後面往內看這個是大事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外資跑光啦 現在外資全部都跑光了之後呢 目前的閒置率是近13年來的新高 這是第一回事 第二個 現在只有國企央企才有辦法租辦公室 其他的人也租不起 那外資都跑光了大家就往內看 現在的那支只有占94% 外資居然不到6% 簡單的說所有的外資全部都撤退了 所以李嘉誠在上個禮拜幹了一件大事 又來了嗎 李嘉誠去年七折賣房嘛 哇一下子方子三天全部都賣光對不對 這是更誇張李嘉誠這是在整個香港的南島 他跟港鐵港鐵來說就相當我們的捷運局 簡單的說地是捷運局的地方真好 那個說社區494戶 然後呢在捷運站旁邊 高級學區 是最是香港最好的學區哦 出來就是捷運站哦 結果呢總共賣494間的房子 你知道來多少人嗎 來多少人 來兩萬八千個人 來兩萬八千個人 而且這兩萬八千個人非富其貴 不是上升那個便宜房哦上升是高級房 他們說這一區的平均房價每平方米 每平方米是在三十萬到三十二萬之間哦 李嘉誠出來一口價二十三萬七賣了 以前是漲價追都追不到 他說二十三萬七賣了 結果長江實驗的人看到 兩萬八千人來 好啦好啦先跟大家對不起哦 好好保底價放心 二十三萬七用搖號的 香港人說這不是搖號啊 這是中彩票啊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又起抽中一間房子哦 現賺四百萬到六百萬港幣 哇 所以高級學區捷運房 李嘉誠再度的房子一天全部賣光 但中國的景氣現在可是慘得不得了啊 而且李嘉誠為什麼要賣房 因為他就是看追這個中國未來的經濟 趕快把他出脫了